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今天的嘉宾主持龐啟庫 首先多谢上星期打来的家庭观众 以及在网上讨论区留言的网友 较早之前发生了一宗一位香港人士 就怀疑因为赌赌赌赌赌赌赌 结果在赌场之中跳楼身亡的事件 所以我们今天就探取一下有关负责人博彩的问题 介绍一下邀请到的嘉宾 在我身边的就有 日安病态赌图辅导中心主任金树梅小姐 金小姐你好 大家好 在金小姐身边的有 立法会直选议员李重症先生 李议员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在理議員身邊亦有時事評論員梁啟然先生 黎先生你好 歡迎三位 其實我們都嘗試過聯絡 相關的賭場就是金沙那方面的公司派員出席 他們就表示不派員出席 而且亦因為事件調查當中 所以就不發表任何的意見 我們歡迎家庭觀眾打來一起討論 電話是2878-9192 2878-9192 網民的朋友亦都可以參與網上討論 亦都可以看回我們的網上重溫 在我們開始討論之前 現在先看一看金沙澳門的重點新聞 氣象局說暴雨警告生效期間 澳門半島普遍錄得超過100毫米的雨量 在暴雨警告生效的5小時入面 雨勢主要集中在澳門半島 氮濟區亦錄得超過50毫米的雨量 本路多處地區亦因暴雨需要封路 氣象局預測 今日和明天天氣仍然不穩定 有罩雨和及雨勢有時頗大 初級法院繼續審訊香港商人 涉嫌行貴前運輸公務司司長歐文龍的案件 今日早上共有三名證人出庭作供 合議庭主席蕭偉智說 歐文龍已要求不聽取他的證言 法庭並收到立法會主席涵件 決定不許可議員 吹細昌出席法庭聽證和書面作證 另外案中8名被告 除了香港商人羅傑成 及涉及污水處理項目的 安樂工程公司經理方鎮游之外 其餘6名被告 包括香港商人樓聯雄 繼續缺席審訊 統計局公布 到5月訓入境旅客有234.2萬多人次 按年增加9.1% 其中內地旅客有129.1萬多人次 上升1.7% 期內旅客平均逗留一日 與去年持平 今年到5月旅客總數有1181.7萬多人次 按年上升3%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你現在看的是 《連花衛視》現場直播的 回動節目澳門開港 我們今天探討的話題就是 負責任博彩的問題 歡迎大家打來一起討論 電話是2878-9192 2878-9192 網民的朋友也可以參與網上討論 我們先看看網友有甚麼意見 有網友說到 說世界上禁止的地方很多 就是因為博彩業對於社會的負作用太多 對於負責任博彩的應該是政府 而不是倒下 另外網友說到 大家都心照 每年數以千計的賭收之中 有多少是所謂的休閒博彩 移情小賭 又有多少是靠病態賭博 要說真正的負責任 不稀罕這些錢的話 最少應該是由賭權開放的時候 就簡定了一條路 現在極其量 只能夠爭取軟著陸 希望擺脫這個依賴 但還要問一班商界的老闆 他們找夠快錢未 另外還有網友說到 開到的負責任 去到的負責任賭 包含負責任書 我們先跟嘉賓談談 首先甘小姐 由今次又發生賭場 因為賭書錢的一個慘劇 之前也有偶爾發生過 其實你怎樣看這件事 以至於現在澳門整個問題賭博的情況 是 其實我們雖然是叫一個病態賭徒輔導中心 好像看來是一個心理病 所以要接受一個輔導的治療 就是說 病態賭博是不是只是個人的問題 其實現在我們大圍的趨勢 就不是 是一個共責的概念 就是說 這個社會是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去為你的社會貢獻 就是說 這件事可能跟我們中國人的文化有少許不同 這個共責的概念是來自於 西方的文化 因為 中國人的文化比較多於個人自己決定一些社會命運 自己的命運是怎樣的 所以就說 其實現在這個共責的概念 是會牽涉若一個人賭博 你的政府其實是有責任 你的博企是有責任 甚至我現在再賴 就是說 去到博彩中介人都有責任 博彩中介人公司都有責任 金融機構 其實就是我們的銀行 其實是否有責任呢 這些 不同的持份者 其實是 我們以前說的負責博彩 除了政府之外 當事人之外 治療機構 還有很多很多 我們都要去一一重新檢討一下不同人 在這個負責博彩中的角色是怎樣呢 這個是我想去 今天去談多些的地方 各個的不同的持份者 其實都有自己可以發揮的作用 令我這件事沒有惡化 但是以近年來的特別近期的一個趨勢來說 例如病態賭徒 或者問題賭博的情況是怎樣 據你所了解 是 我們其實 這個我有少少資料補充的 就是上年的10月份 開始澳門政府 由博彩監察協調局 即DICJ 去推行一個叫做負責博彩執行 自印的措施 是落實在六個博企裏面 這個執行措施其實是怎樣做的呢 就是說 在一些 各子機裏面 即各子機場 每一個各子機 現在都會貼有一些叫做求助熱線的貼紙 當個當事人 若果我想去 做一些求助的時候 我看到 除了賭博之外 我都可以看到相關的求助資訊 我就去求助 這個是其中一個 第二個就是在所有的 一些 我們叫做博彩的廣告裏面 都要放有一些 負責博彩的資訊 令到 一些人 除了看到博彩的資訊之餘 其實他都有一個警惕 這個 其實大趨勢整個國際 都是這樣走的 一定要放的 還有 就給一些員工 去做一些負責任博彩的培訓 我其實都曾經上來 都去 說過 其實很多博彩從業員 因為他一開始 他不知道賭博 對於他來說 其實那個禍害是怎樣 若果他一入職的時候 就讓他知道 若果這個禍害你一參與 其實對你的份工 對你的家庭 對所有東西 都會影響的話 其實 一開始就已經告訴他 是一個很好的警惕 對於一些年輕 一些博彩傳業員來說 以及 這個博彩執行指引入面 亦都 有一個挺好的措施 就是說 由博企 他們自己的一些 員工 比較高層 中高層的員工 成立一個 叫做負責任博彩 專責小組 的小組 這個小組 其實主要的功能就是協調整個博企入面的一些負責博彩的工作 例如其中一些前線 比較做前線的負責博彩專員 其實做些甚麼呢 就是他可以在賭博的地方入面 去協助一些病態 即他自己覺得認為他的賭博問題已經失控的人 去申請一些自我隔離計劃 這個自我隔離計劃亦都是官方認可的一個措施 就是說 如果你申請了自我隔離計劃 你再入賭場的話 你可能會犯違令罪 你可能會罰錢 甚至乎是因為有些個案是要坐牢的 就是說 這個執行指引 其實是第一 官方有一個認可的措施 落到博企入面 其實是推動一個 我們叫做博企 他們都要 正式去執行這個負責博彩的 指引 OK 似乎政府推出了一些指引 方便一些措施可以居體落實 或者馬里議員 怎麼看現在澳門負責人博彩的推行的情況 其實我們會看到政府 一直以來似乎我們看到好像很有心去推 剛才主任也說了 就是政府推出很多的指引 或者一些很多的措施 甚至現在你會看到社工局 它本身的防止藥物依例廳 其實已經照顧負責任博彩這件事 某程度上你會看到 他們已經是轉變了一個態度 就是說它不單單是一個心理的問題 可能在防治或者治療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用到藥物 將來這個大趨勢可能會是這樣 不過你會看到政府現在這方面的推行 在我個人覺得 在那個制度上 似乎還是在 有些限制 都是流於一些可能 例如我給你一個電話 你求助 又或者 很多我們的博企公司 本身在內部 例如一個員工 他入職的時候 我相信現在 博彩公司是有對員工 去做一些負責人博彩的介紹 或者一些培訓 但是也會有成立一些 叫做專責的小組 去照顧一些可能 懷疑 又或者是 去 留心 更多的這方面的員工的情況 但是 也有另一個反效果就是 員工的隱性問題 就越來越嚴重了 我是一個 有這個博彩傾向的人 的職員 如果我 真是知道 如果被公司知道了 我是一個賭徒的話 第一件事 都不用輔導了 你先失去工作 我相信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變成了隱性賭徒的問題 慢慢慢慢 可能在 莊可裏面 或者叫做在博彩從業園面 就會 可能會有一個叫做常識的趨勢 究竟我們怎樣才能夠 在政府的政策裏面 更好地規範好 現在 的一個叫做 負責人博彩 尤其是針對 我們的一些從業員 令到這個行業更加健康 首先是這件事 令到健康一些 以及我們本土的居民 我們本土的居民 他們本身不要染上 一個毒癮 不是說本土的居民 不要染上毒癮 是外利的 無所謂 並不是這樣 但是我相信這件事 首先 重要的就是這個行業 本身要健康 然後我們應該將這件事 更加擴大到其他 不同的 譬如說外地的遊客 香港 內地等等 這些可能環上了 有賭博傾向的人 這些都是需要去關注 OK 或者馬梁先生 同樣的問題 覺得現在澳門的情況 是怎樣 我想如果討論 所謂負責任博彩的問題 我想大家 反思到一個更重要的 一個背後的哲學理念問題 就是 整個負責任博彩 雖然整個概念 都在引用外國 但大家不要反思一下 整個概念是有問題 簡單來說 我們是否做了一些壞事 然後做一些好事 可以彌補 原來的壞事 會否需要有負責任打劫 負責任其他事 這就是更加重要 打劫後 補償被劫的人 我便可以打劫 這似乎在哲學邏輯上 本身已經有問題 這是所謂負責任博彩 當然 現實上 特區政府 都在引用外國 來勾士興的一些理念 希望緩解 包括澳門的形象 或者 病態賭博 對本地社會的影響 但其實 即使我們不討論 這麼深層次的哲學問題 但其實 在實際推行上 是否真的抄襲 外國 抄襲外國也好 但現在我們看到 只有圖具形式 每年會有一些研討會 一些展覽 但實際上 例如我看過一些外國的 負責任博彩 最明顯的一件事 他其實經常強調 只是賭口袋內的錢 但我們看到澳門的博彩業 即使不用帶錢 你可以隨時賭場的人 借錢給你 或者有信用卡 你可以自己 自己的提款 甚至乎各式各樣的提款機 香港幾乎各大銀行的提款機 你都在裏面找到 我試過一個親身體驗 數年前 在悉尼一個賭場 我真的走遍整個賭場 找不到一架提款機 證明 外國賭場 很盡 負責任博彩 真的不提供 一些提款設備 真是你賭口袋內的錢 澳門正在推行負責任博彩 其實真是圖具形式 我告訴你 我有做 但究竟做成怎樣 大家只看這一點 你都覺得不足夠 甚至剛才你原提到 過往我們一些賭博的工作 防治賭博工作 是由社工局、家庭廳負責 我們很大程度上理解 它是一些初級的預防 希望在社區層面做一些事 但現在退到 防治藥物依賴廳 是否覺得它已經是病態 病到要去到防治藥物依賴廳 當它是有病 吃藥 其實是否現在我們 整個社會 已經是 退守到一個 只是當它有病去醫治 而是放棄了一個社區預防 這個社工局其實都可能要解釋一下 為何會 在分工的方便 還是整個理念上 由一個 初級的預防 已經退到去 覺得你有病去醫治 但在社區裏 如何去到預防病態賭博 似乎好像退守了 我們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位謝小姐在線 謝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請說 我講一下澳門的負責人賭博 因為現在 很多那些家庭主婦 或者一些失業的人士 他都是流離浪蕩 在各自機場所 尤其是在自己那間 講了很多次的 但政府依然都沒有重視這件事 還有我們的負責人賭博 負導的條件 硬件都不是很足夠 我希望政府在這方面 可以考慮 請多一些專業的人士 為一些病態賭徒 跟他們輔導一下 謝小姐提到 條件或者硬件不足 其實依你的觀察 你覺得是哪些方面特別需要 我覺得是在電視方面 應該講多一點 因為香港 我見到一些電視報博 真的很有效 他講得很專業 即是講一個宣傳 教育方面 宣傳方面 希望他做好一點 多一點 或者做一些文藝節目 反正澳門時事都搞一些文藝節目 不要迷惱 他們這樣做一些這些節目 也好 是不是我們有儀式庭 有塔食廣場 那麼多好地方 為甚麼不要利用 多一點宣傳 這個應該是有效的 謝小姐有沒有其他意見 沒有了 謝謝 多謝謝小姐你的電話 其實剛才幾位都分別提過一個 特別梁先生提過一個 就是其實 邏輯上 都可能要想一想 就是你澳門要發展 博彩業 兼施給博彩業 例如澳門一個 庫房的主要收入來源 亦都是澳門整個經濟 一個很重要的支撐店 問一下 金小姐 如何去平衡 這個經濟發展 和博彩業的發展 特別在接下來 現在大家覺得 博彩業已經發展到一定的規模 這個情況下 是 其實也很感謝謝小姐 她剛剛所提及的 我們現在的現象 就是 澳門的狀況 就是賭徒 其實女性的佔的比例 是相對高的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就是 香港 其實 大體來說 10個人入面 有8個是男性 2個是女性 澳門的情況 就是6個是男性 有4個都是女性 就是說 其實現在澳門 女性參與賭博的狀況 其實是比一般 或者比鄰近的地方 都高了 現在我們那個狀況 若果女性 是參與賭博的話 其實相對於 成癮問題 我們自己做的 其實一般都是男性為多 現在澳門的狀況 若果女性化的話 其實是相對於其他地方 是嚴重了 所以我現在 曾經看過一個叫做 賭海迷逃 大家可能在小時候 做一些 看香港的電視 有一個研究 研究一些中學生 其實他們 怎樣去認識 去求助 什麼是病態賭博 他們怎樣去認識 若果有需要的時候 去找人求助 其實就是由一些 賭海迷逃 開始去 啟發一些中學生 和他的家人 去求助 就是說 其實這件事 他最深刻 其實做 剛剛 謝小姐提到一個很好的點 就是說 我們政府 其實做一個 宣傳的教育 其實是 可不可以引用一些個案 他曾經的經驗 是怎樣 走出來的呢 其實賭博對於他的影響是怎樣 他的家庭的影響是怎樣 而這些親身的個案 亦都 很多是一些個路人 他自己真是可以見證的話 他自己可以繼續去持守 他不去賭的機會 亦都越高 越高 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 政府有很多資源 但是這些資源 我們 可不可以運用到呢 就是 即是 懂不懂運用呢 其實這件事 譬如現在民間的力量 那方面 都會不會 都發揮到一定的功用 其實那個問題在哪裏 民間的功用 我覺得 專業人士 其實是 譬如 寫工 心理輔導員 是要擔當一個角色的 但是 其實最終 那個 主角是什麼 就是 賭徒 賭徒的家人 其實他們 很堅強 去面對這些事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去討論 賭博問題 為什麼沒有了他們的聲音 就是你覺得不見了他們的聲音呢 那我就覺得 其實 這件事 我們會不會給他們一個機會 就是這個是 需要 我們很多時候 都覺得病態賭徒就是差 就是不好 但是其實好像沒有什麼模特兒 就是沒有我們一些好的榜樣 出來 其實他也是經歷過賭博的 那他就站起來 那這些故事其實有很多 那現在政府給他們機會 給他們多一些 OK 或者今次先談到這裏 我們現在先看看天氣 稍後回來繼續討論 歡迎回到澳門開港 我們今天說的是負責任博彩的問題 剛才大家也提過 其實這個負責任博彩 或者說防止這個問題的賭博 就不單單是某一個 一個持份者的一個 自己的責任來的 不同的 包括可能公司 包括是政府 個人等等 應該發揮自己的作用 或者問一下理員先 其實覺得 不同的 各個持份者應該發揮什麼的作用呢 比如第一個博企 大家都覺得 你是應該是這個 博彩業開放其中一個最大的得益者 你賺這麼多錢 其實他應該發揮什麼的社會責任也好 或者一些 回饋回負責任博彩 沒有給他 一個蔓延一個問題賭博呢 其實 挺有趣的 為什麼呢 我曾經把賭博 博企 跟一些 煙霜 即是煙仔 我們要禁煙 跟煙霜對比 其實大家的做法 似乎都差不多 為什麼呢 煙霜就很想 找一些人 就說 你幫我搞一些 廣告 又或者我贊助你 贊助你 如果你搞青少年活動的話 去控煙的時候 我一定贊助你 其實很多時候就混淆了 究竟博企 參與 譬如說 或者煙霜 參與控煙 或者戒煙 博企參與負責人博彩 對象是什麼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負責任博彩 剛才梁先生都說了 沒理由將它擴闊得那麼大 這是不是邏輯上的問題 其實負責任博彩 其實說真的 只是對一些 有博彩承引 行為的人 希望令到 你真是負責任 你不要倒露身間 財產都沒有了 整個家都 受你拖累 或者影響了很多人 其實就是這麼多 其他的 我們應該去正確認識 究竟賭博 引起的問題 社會問題 或者是 更加多的 可能 對於社會上的影響 等等 然後讓更加多人知道 博彩 是個什麼東西 然後 我們不會 去沉迷這件事 等於 不會說 去吃煙 戒煙戒倒 其實這件事 其實某程度上 都有一些 類似的 一些 的聖真在 如果從政府來說 我覺得最 希望的 就是在本身政府 應該清晰認識到 現在 在博彩公司裏面 你怎樣能夠有更多 一些 這方面的 措施 譬如說 即使申請到禁足令 你是否真的能夠 檢查到 他真的 進入了 或者沒有進去 這些的 博彩從業員 他是不是可以不在其他的博彩公司 去到博彩 你令到他的空間收窄 例如現在你有很多這些 提款機 我經常說 路牌 其實路牌是一個令到我變賭神的一件事 每一張桌子上告訴你 開了多少扣 大開了多少扣 然後翻攤又怎樣 然後21點又怎樣 八加路開幾扣 裝幾扣 路牌完全全告訴你 我又猜中 我還不是賭神 尤其是站在 那個莊荷我告訴你 他每天猜了多少扣 他坐在那裏可能四個小時 他就猜了四個小時 發覺我有八成猜中 他 第十扣他就會賭 因為他覺得 我很厲害 一看這條路就會猜中 路牌是否可以撤銷 很多很多 提款機 梁先生都說了 提款機是否可以 不放在那麽近的地方 你說酒店裏面沒有提款機 可能還是難一點 我放遠一點 在賭場外面 是不是可以 你讓他走出來也好 因為我們去做控煙法的時候 我們說賭場禁煙 不如他要吃的話 走出去露天的地方 吃煙回去 對不起 他醒了 他不會再賭 你出去外面的時候 出門口才拿錢 可能再不會走進去 很多很多這些事我們都去 去 做 還有令到政府可以 做多這方面的東西 團體也是 譬如說 金小姐 這方面的團體 能夠去為我們做多些更加專業的 服務的時候 令到這些 染有毒癮 染有這個叫薄彩賭印的人 他們可以得到更專業的服務 我相信這個也是政府應該推動的事 明白 我們先聽聽家寧觀眾的電話 有林先生在線 林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請說 港內港去負責的博彩 最需要負責的政府 政府不負責任 第一時間 帶頭做壞 其他人怎麼可以去做負責任 很簡單 為什麼政府不負責任 新加坡 害怕自己的國民進去賭錢 所以首先 所有國民進去賭場 要付100元波幣 一出來就沒有了 100元 如果再進去都要付100元 你一天去10次也好 每一次都要抽100元 這個人都知道了 為什麼澳門政府不模仿 好像剛才那位議員 講得非常之 應該做過功夫的 我們不能夠抹殺他做過功夫 但是他只是說一些旁之旁業的東西 根本他敢敢說 他敢不敢向 霧天下之大不為 然後向政府提出 要求 要求 遊客 即是本地人 入場 他要抽1000元 褲子才能進去 最少 進一次 出一次 就cancel了一次 你一天進去10次 就給10000元 等於 未見官才打你30元 這是可以做的 第二 你能不能減少批地 因為每一個行業 如果沒有人發展的 你去鼓勵他 用低地價 低稅制 甚至優惠貸款 鼓勵他做的 但是澳門是暴力的 博彩 是暴力的 你十幾億又批 二十幾萬平方米給人家 18億又批 又批三十幾萬平方米給人家 你夾硬撿些土地給人家 增加博彩的設施 增加博彩的桌數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如果他沒有那麼多桌子 他就不用那麼辛苦 去追那些客人回來 好像我爸爸 我87歲 那些神魂客 走過少過 為什麼全部都是因為 靠近那個舊城區 內港那裡有個賭場 有免費三文治 給一些老人家去探望那些小年 而結果呢 他的神魂有不見了 激死就激死 賭死就賭死 輸到不願出街 是不是 為什麼他要這樣搶這些客人 連街坊那幾元都要殺呢 因為為什麼他 要客人來養他 他有太多桌子 你壓縮他賭桌子的數量 他就不需要去拼命搶客 這是第二 第三個就是 你本來要做那個博彩 是帶動旅遊業的 現在回頭 你是瘋狂地所有政策 向賭博傾斜 所有地向賭博 那個殖民公司給了 然後呢 反過來大量過分多的客人 就擠壓了那個小企 中小企和旅遊業設施的生存空間 貴租貴人公就要你命了 是不是 政府這些負責你不做 為什麼市民要去負責責任呢 當然市民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是正確的 但是問題是說 很簡單的 我不讓你吃煙 你去吃你就是犯法 但是我叫你去賭 你不賭 你自己負責任 那些書带任何分別呢 明白 我想希望 剛剛的議員 現在聆位議員去看看 各位議員 敢不敢 因為他每年向街坊會 不是每年向政府 街坊會 應該沒記住 是拿起很多資源 數以千萬計 每一次你辦活動的時候 抽十分鐘、二十分鐘 開中名義告訴你所有的街坊 或者未聽的觀眾聽 不要賭錢 千萬不要賭錢 你這樣 我投你一票 明白 多謝林先生你的電話 多謝 另外我們也有陳先生在線 陳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請說陳先生 你好 四位你好 議員你好 我是21歲 我是入賭場做的 我現在六十歲就退休了 各位小姐 你上一次 你是不是帶了一位博彩從業員的女生 病態上來 我是和你對話的 我正先聽你們的表述 小姐你正說 那些 裡面的金融、銀行 之外 你說漏了一樣 因為裡面有很多 那些善賬人翁的 當你走過 你給日子 你就試一下進去 你炸彈彈彈彈彈彈的 很多善賬人翁就會問你的 小姐 用不需要幫忙 不用收水 不用收利息 很多這樣來關照你的 這位曾先生 你說那裡 澳洲那些 澳洲那些 但是你要明白澳門 周圍都有那些禁機的 那李議員 李正先說那些 路牌 都取消了它 我就說 就是你預估任何一間 博彩公司 他肯取消那些路牌 我給你一個頭 因為他撒錢 就靠這個路牌的 那些人說 開場開場 你試一下 劃研率多少後天 再來多一下 一夜 逢是劃研率 你要我開兩下 就是四分一機會 我一定殺你的 就是這樣 除了抽水 那為什麼 說回我們鄭先生 我那時候 為什麼我們那時候 我們賭場那些 伙計不賭錢呢 是不是我們有免疫能力呢 no 不是 是因為 當時我們公司有一個規定 如果你在公司旗下的賭場 那裡賭錢 你就立即炒油 包括你的家庭 好話不好聽 叫做豬九仲 那你會不會 找份職業來駁 當時澳門 最厲害就是賭場的了 大家都心知 心知的 不用再講的了 那為什麼現在 這麼多的博彩 從業哥哥姐姐 他們還賭錢呢 一言 小姐 我上次跟你說 政府給了千多萬 某一個團體 他搞那個 培訓學校 他連最普通 這些路子 怎樣形成 怎樣成 他都沒有教學徒 這些是我們當年時候 我們用來 找查錢的 講一句說話 講一句難聽 叫他騙客人的 叫他給錢 我和你買 什麼路啊 陳先生 我來幫忙時間 好啊 沒所謂的 我講趣事可以停的 這樣講的 你這樣 你沒有教學員 你怎樣 還有 你說 如果現在 某一間A公司 知道你賭錢 他是炒了你 他用什麼意 我就去B公司 B公司 炒我就去C公司 有什麼所謂 現在因為 天之皇帝女 明白 我怕什麼 是 還有你說 你說 負責任 賭不賭錢 賭不賭錢 是你個人的收養 澳門人 澳門人要不賭錢 那我國內的同胞 多少 傾家蕩 家破人亡 我們在這裡笑 我們澳門人 都是國內的地方 你看著國內的同胞死 你可以放我賭權 陳先生或者跟你談到這裡 好嗎 謝謝陳先生你的電話 我們還有一位陳小姐在線 陳小姐你好 是 你好 你好 請說 我是一個學生 我是本地居民 我也想回應一下 剛剛梁先生有提出 一個關於負責任博彩的言論 其實我會在這裡想 就是 負責任博彩究竟是否 因為做了一些壞事 然後才推行的一個政策 或者一些宣傳推廣 就是我會聽到剛剛就是 什麼負責任打劫那些 就是我會覺得 其實博彩本身 沒有說好和壞 那不可以單單就說 它是一件壞事 然後現在要 好像要推行一些東西 去蓋回去 然後好像一個社會責任 給博彩的一些公司 這樣推行好像好看一些 那其實另外一件事 我又會想問究竟 除了政府要推行一些制度 去推行到這個 負責任博彩的推廣之外 那在國企那邊 它又要做一些事情之外 那個人層面呢 那因為其實 有時候我們都會看到 就是剛剛有些 觀眾都打來說 就是現在一個個人的部分 在那一處 那我都會想知道究竟 究竟是否要三件事 一起去做才行才行呢 會不會現在是說 一個責任好像擺在其中一個層面 多少少呢 好 陳小姐有沒有其他意見 都沒有了 多謝您的電話 多謝您 先讓梁先生 我會影響陳小姐 我不會講到太深的哲學學術問題 但很重要一件事 其實我講到 你做了一些 我不要用壞的事情 但這件事是對整個社會有影響的 譬如很簡單 以前很多工廠的時代 工廠排放了很多黑煙 令到整個環境受污染 但賺錢的就是廠商 但要整體付出成本 就是整個社會的空氣 大家都有份 其實這個已經說明了 過往還未有負責任 排黑煙 或者是否你做了一些 遺害了社會的事 或者對社會有影響的事 然後做一些事做補償 其實似乎這是一個 在邏輯上出現了矛盾 但我們在澳門也好 或者全世界也好 這些行業客觀地存在 我們要怎樣去找一個 折衷的方法 這就是負責任博彩 去處理緊的問題 所以剛才經常說負責任 究竟負責任到哪個地步 或者其實剛才也說到 現在賭場是賺大錢的 既然賭場賺大錢的時候 它是否應該履行多一些責任 包括了提款機 甚至乎一些路紙 或者甚至乎不應該有 那麼容易的貸款服務 因為我不是經過賭場 只是有時星期六回香港 晚上經過碼頭 都有人跟我說 我樣子好像賭輸了錢 剛才跟我說要不要借錢 要不要各式各樣服務 甚至乎他們的技巧 很多社工 他們怎樣去認識你 怎樣跟你結交 甚至乎告訴你 他們怎樣好人 其實告訴你 你不帶錢 其實都可以賭場賭 其實已經不是負責任博彩 更加重要 剛才有幾位聽眾說到一個問題 就是今時今日的澳門 我們博彩業發展得這麼澎湃 我們還繼續依賴博彩業 是否整個政府都應該檢討一下 究竟博彩業應該去到什麼位置 就可以了 然後跟回我們國家 希望澳門 踏至一個世界級的旅遊遊遊行大福東心 而不是一個世界級的博彩中心 甚至乎剛才提到 跟中國有關的課題 我們有超過七成的賭客 來自中國內地 但問題是 中國內地有沒有一個很好的 一些病態賭博的輔導措施 這些病態賭徒 如果是來自中國內地的朋友 回到內地又是誰負責呢 甚至乎現在 我經常有機會看到 一些國內的言論的時候 對澳門的形象都是相當差的 覺得澳門是不斷吸收內地的資源 吸收內地的錢 然後自費 但其實我們需要檢討整個博彩發展的時候 想想澳門其實在國內的形象 又是怎樣 我們也要顧一下形象 不要給人一個印象 就是靠到發達才行 好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先去廣告 待會回來繼續討論 歡迎繼續收看澳門開講 我們今天講的是負責人博彩的問題 現在在電話旁邊有黃先生在線 黃先生你好 喂 黃先生 喂 你好 大家好 是 請說 負責日本博彩的問題 其實澳門政府不做得不夠 像新加坡這樣 本地人入場就要交入場費 是 你可以阻止到本地人入賭場 對於病態賭徒可能數量會減少 是因為本地人入場 是否會去賭場 是否會去賭場 是 為了賭場的利益 去鼓勵本地的市 是否會去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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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不是問題 是 應該要做那樣事情 是吧 我覺得要做 現在很多 即你本身不賭錢 那些 他入了行 新入行 那些 去賭場做的那些 裝河那些 他對著一會就去賭場了 他本來是不賭的 是吧 那政府應該要有些規矩 就是要 人家進去就要付錢 那些人要欲賭些 可能會少進入 是明白 我三個其他意見 是 第二個 澳門的社工 我覺得都有問題 嗯 因為社工局那裡 我覺得他做得不夠 為什麼呢 他很被動 我覺得 他就是 他如果 你要放在賭場 我想找社工局 幫我介助 是 是 他就會叫你自己上去 上去 社工局那裡 他不會 他不會 就是 下去 家庭 或者親身去找那個 叫做 賭錢的人 嗯 那些家屬去找社工局 去幫忙 去 去介 那個 就是想引那個人 是 他就叫你那個 就是想引那個 上去社工局 就是會不會上去 你說想引那個人 就是比較被動 是吧 明白你的意思 是 是 好 多謝黃先生你的意見 另外有吳生在線 吳生你好 你好 我想談談 就是 請說 請說 你好 我想說說 就是 今天說的問題 好像是澳門市民 就是澳門政府對澳門市民負責任賭博的問題 但是我想說就是 其實澳門不單止是對澳門本身的市民的賭博 就是對澳門市民的負責任問題 但是也都是對澳門來游客的賭博的責任問題 我經常說 就是澳門對於整個中國來說 好像現在是整個國家在養著澳門幾十萬人 那 養大澳門的同事 就是說 澳門越有錢 就是說中國人 國內的人 輸錢是越多的 變成好像是 我經常形容就是 好像一個毒瘤一樣 你不可以讓他死 但是你不可以養他太大 所以不單止是應該是對 應該是對所有來澳門玩的人 是給他們一個好的印象 而不是每次來 賭完一次回去 好像要傾家蕩產 還有好像剛剛那些觀眾 或者是 你澳門借錢太容易了 如果你去中區 你投稻稻的姿勢 這就像大陸人 很多人問你借錢 如果有些人 我知道大陸的人 來澳門賭錢有個限額 可能要賺幾萬元 可能對他們來說 不算是很大的問題 如果他借錢 只要有十幾萬、幾十萬 而且又有很多貪官來賭錢 所以這個不單止對澳門居民 而是所有來澳門旅行 我們給長短的時候 覺得澳門不單止是可以賭錢 不會太入獄,不會太傷身的地方 我覺得澳門政府應該這樣做 不會令所有國內人一想起澳門 去到那裡好像賭身家一樣 明白,謝謝吳先生你的電話 另外也有李先生在線,李先生你好 你好 李先生請說 我認為澳門是不是 如果不靠賭,我們澳門靠什麼生存 我想請問你們在座那麼多位所謂什麼議員 什麼什麼什麼 因為我們澳門沒有什麼資源 第二,你們進去賭那些 個個都不是小孩子的 牛不喝水就不能按牛頭低 是不是每個人拿著幾十塊進去賭呢 是不是,如果我們澳門 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博彩 你們那些公務員都沒有糧出啦 你們那些立法會議員哪有這麼好福利呀 沒有人此字之槍叫你進去賭的嘛 那些賭場不是找人拉著你 喂,好大賭啦這樣的嘛 那個賭都是 成年人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可以做 你們是應該認識的了嘛 明白 我說些話給你聽 海南島就來開島了 我們澳門不用多久 你什麼病態到處都沒有了 海南島一開島 所有國內的遊客 就不會來澳門的了 我到時看你澳門有什麼生存 因為澳門現在 你見澳門哪一間工廠超過有二、三百人 所有微企什麼都死光了 明白你的意思了,李先生 OK 或者時間關係跟你談到先,好嗎 多謝李先生的電話 另外還有龔先生在線 龔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主持 你好,請說 講一下賭這個問題 我自己就沒經歷過 但是我也是有成六十歲了 因為聽我的說話 以前賭錢呢 講一個問題 他們呢 警察都是賭錢的 皮帶又撞得 皮鞋又撞得 警務又撞得 每一樣都是撞十元 這樣不行的時間 他們知不知道去拿錢呢 去新馬路一號 你知要找誰呢 找我們前特首 何先生的父親 肯定有十元 何先生就不會見他們 你們快知道 老人家有沒有去開工 我告訴你 你們知不知道 但我父親也有為言教我們 嫖妒飲蕩催 你們各樣要懂 要知道 你們也不要好 下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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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 還有一件事 參與黑社會 我亦都認識很多朋友 但朋友都說 你們玩黑社會 這些不是你們玩的 當時我也是十多歲 現在都成六十歲 你參與賭場 不經過看著他開 我身邊的朋友 不多不少有三十個 要跳樓 你們這些賭場的人 還要去參與 是不是 明不明白 這些是死路一條 才會買 不怕你買大屋 最怕你熬豬肉 所以我說 公先生 多謝公先生你的電話 多謝 剛才幾個家庭觀眾 都說了自己很多的看法 或者先問問金小姐 其實剛才也有提到 對於輔導服務 介導服務的供應 覺得政府的角色比較被動 要你走上門 才會提供服務 其實現在的服務大概是怎樣的 是否需要更加主動積極去做 是 其實 如果負責博彩 其實有兩種 大層次 英文會比較好 就是Gaming 即是政策 Gaming 如果個人的是賭博 即是賭博 即是現在我們究竟在談 Gaming 還是賭博 如果在個人層面 一般來說 如果在一個政策層面 其實是分三個預防策略 例如假設有些人 其實根本就不接觸賭博 例如中學生 我們就叫他不要賭博 你出來 你其實可能想做工程師 你就繼續再讀大學 類似這種 有一種 有一種 就是我已經在 有時走去各自機場玩 打兩艘機 這種 就是中層的預防 我們也叫做第二級的預防 第三種 就是深層性的預防 就是來到我們 輔導中心裏面的個案 即是說 其實他已經有一些賭博問題 令到他家庭 其他的東西 已經是失控 即是說 若果我們在做一個病態賭博 或者一個負責任博彩政策 Gaming入面 其實都要分三個層次去做一些預防 即是說 現在我們究竟在談 若果在一個中層次 即是我們現在 基層的教育就會有 老師都會幫忙去教育學生 輔導中心又會做一些 輔導的深層性的預防 但是呢 中間又去賭那些 但是又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又有些危機 他繼續賭下去 可能就會發展其他更深的問題出來 那麼這一種其實是怎樣呢 就是說 就好像剛剛有一些家庭觀眾就說到 就是他自己好像沒有什麼 覺得一些介賭的動機 但是其實他家人又覺得他 這個當事人 你究竟每個月都不給家用 究竟你是否賭博有問題 這種情況就是最難搞 我們就叫做第二級的預防 這種第二級的預防 其實是需要 就是要上門 或者派一些社工去到賭博的地方 其實接觸他 以及要了解他的特徵 評估他現在的情況 其實會不會發展到 成一個病態賭博呢 就是我們做一些 負責人博授的政策 首先要知道這三個層次的預防 其實剛才另外也有觀眾說過 就是很針對性 就是對一個入場者的私家的限制 提高他的成本 包括可能說要入場費 或者說甚至一些門禁 一些自我隔離的措施 其實現在澳門都 譬如自我隔離都有的 但是那個成效 或者說對於其他的限制 也要私家 或者問問一下李議員 其實我相信這個是必須要加強的 譬如就算我即時 不是說現在馬上去收入場費 但是我相信一個登記制度 你進去賭場 身份證登記 可能這個也是一個 有需要這樣做的一個想法 即使我們會知道 究竟哪些人會入場最多 我們可能會做一個 可能是政府某些部門 他們可以更加好地掌握 現在我們澳門的實際情況 會是怎樣 即是所有人入場都要登記 入場登記 我未必一定要馬上收你的錢 但我起碼知道現在究竟有多嚴重 這個問題 是否真的這麼嚴重 或者怎樣 我們可以在這方面去著手去思考 第二就是你的禁足令 既然你是有心去做禁足令 為什麼你不將 因為當時來說 在議會裏面我們也有提出 就是說博彩從業員可不可以受到 放進去 就是博彩從業員都不能夠 除了上班的地點之外 在下班之後 不能夠在其他的娛樂場出現 去參與賭博 這個是曾經提過 在立法會裏面要求 去做這件事 但最後政府是沒有接受 而且也有些議員是反對的 我相信這件事也是我們要做的 不過我更加想提到的就是 剛才有觀眾提到 三個派對 個人是否應該做多些事 是否只是政府或是企業才有責任 或者是否團體才能做到這件事 其實個人來說 你怎樣能夠透過 可能他自己身邊的朋友 又或者更加多 從一些叫做教育上面 讓大家知道 你身邊的人 誰有可能有跡象 真是可能有這個叫做 薄彩的成癮的一個潛在的危險 甚至可能覺得他是一個 忍性賭徒 我相信這樣的話 是有利於我們更加去掌握 以及去幫助這些朋友 他們去盡快去解決這些問題 而且我相信透過朋友和朋友之間 如果真是一個叫做互相幫忙的話 也都可以令到可能染上毒癮 或者染上薄彩的成癮的這個朋友 他可以更加容易有朋友的支持 他去脫離這個叫做博彩的成癮問題 即是個人層面的地方 楊先生 我想剛才很多聽眾都說到 關於新加坡的例子 但我想早陣子 都跟新加坡的一些輔導員談過 其實發覺新加坡的例子 其實不太行 原因是因為你要付一筆的入場費 我們現在好像大概200元波子 即是過千的浦子 但是因為你是24小時 所有的人如果付了這筆入場費 用盡的24小時 就更加之大的問題 因為其實如果你自由出入的話 可能真的會賭兩棵走 但是我既然給他入場費24小時 就一於賭到他盡 用盡的24小時 其實又會顯身另一些問題 又或者在東亞另一個國家 南韓 他只是首爾裏面 都超過50間賭場 南韓的做法 其實是嚴禁國民進入賭場 但發覺又不行 因為他們會走到別的地方賭 又會造成另一些問題 所以現在又被迫 又會開放一間賭場 在首爾裏給國民賭賭 證明了其實剛才 都有一些觀眾打來說 賭博也是人性 你不被人賭是不行的 似乎 另外我想回應一位朋友說 如果我們不開賭 為甚麼 我們的稅收超過七成以上 是靠賭的 甚至乎我們的人工 都是靠賭 沒有賭 出量的問題 但我想說 其實現在澳門的賭博 已經去到一個甚至乎暴力的時代 我們不是完全不讓你賭 其實我們是要檢視一下 我們的賭博去到哪個位置 是否沒有優子繼續發展賭博 包括了中央政府不斷地說 澳門的產品應該適度多元化 但似乎我們見到 就不是適度多元化 而是更加一下子去完博彩 這個其實和中央領導人對澳門的期望 亦都有很大的落差 一個很簡單的比喻 就是其實在鴉片戰爭之前 即1841年之前 廣州是透過賣鴉片 是相當繁榮興盛的 作為廣州人是否應該繼續支持 或者反賣鴉片 很明顯不應該 歷史上都告訴我們 即是我們其實 雖然博彩不是和鴉片等同 即不是兩樣一樣的東西 但其實他對國內 特別是我們 現在講的 我們超過有六七成的賭徒 都其實是來自中國內地的時候 我們是否應該都對國家負一些責任呢 而不是只是想著賺他們的錢 而就算數呢 我們應該是否如何適度發展我們的博彩業 然後利用博彩業賺到的錢 如何開發我們一些多元的產業 這個大陸 似乎我們未見到澳門政府有任何舉措 相反的 我們見到就是 剛才也有觀眾說過 就是不斷批地區 就在賭場 現在在路上有幾幅地 都是在賭場 又說他們的博彩元素不多 但到頭來發覺 還不是賭場 其實是否加強我們再單一產業的形象 甚至乎剛才也有觀眾說到澳門的形象問題 在中國內地的形象很差 甚至乎我也見過一篇這樣的文章 就是澳門其實是掌在中國上的一個毒瘤 其實我們何時才可以撕走這種不好的形象 最後一點時間 今次對於預防方面有甚麼看法 其實若一個賭博是客觀存在的 現在澳門的經濟命脈是這麼重要的話 其實我們主要是想協助一些 它最不能夠 就是要最緊急的個案的情況 譬如說回金沙跳樓 就是個個案 那有沒有一個叫做跨區域的自我隔離機制呢 何況我們現在是一個中國內地 然後台灣 然後香港 然後鄰近的地區 其實都會來這裡賭場的話 其實我們應該不同的區域政府 都可以有一個區域的自我隔離計劃的措施 其實都是一個負責政府 特區政府的一個措施要做到的 這個措施其實原意是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當那個當事人來到澳門 他覺得自己有一個病態賭博 現在已經失控的情況下 但是他也沒有金錢可以回原居地 這種情況下 他可能在澳門造成一些人口販賣 或者一些其他狀況的時候 其實可以讓他回到原居地 我們政府給他回原居地 但是有一些時間 可能三個月不會讓他回到澳門的 這些隔離措施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三位 多謝我們家庭觀眾 明天同樣時間 繼續和大家澳門開講 再見